安省政府和教育支援工作者工会的劳资谈判持续 星期一会否罢工仍未知之数 但省府作出准备为前线医护人员的年幼子女提供免费托儿服务 霍柏全报道 面对星期日下午5点的谈判限期 劳资双方仍在谈判册上努力达成方案 代表5万多名安省教育支援工作者的工会代表 今早表示谈判有转机 相信协议在望 希望无需关闭学校 而教育厅长来次就发出声明 表示省府致力于谈判册上达成协议 但也有两手准备一旦工会选择罢工 省府将在罢工期间 为前线医护人员提供免费托儿服务 对于安省教育支援工作者的潜在罢工危机 不同的家长都有不同的看法 你们常常都miss school 好像不是那么好 因为COVID已经miss了两年了 我的想法是 如果他们得到下责 大家都应该负责承赔 他们不仍会在每一种需求 但如果是正确认 我认为现实就是 这个这样 那就做得好 那颈备结束 工会表示经过半年谈判以及为期四日罢工 工会成员以七成七支持率通过新一份三年合约 该协议解决了员工安全以及外包问题 资方表示高运输所有服务上星期六已经完全恢复